刚刚讲说就是我定期订额的部分 其实是我现在每个月还是会固定投入吗 大概我现在一个月其实定期订额八档左右 但是呢在主动操作的账户 其实这是过去可能留下来的钱 因为可能比较大包 我没办法一次定期订额丢下去 所以它就是留在我的主动操作的账户里面 那我的 我先讲一下我的前提 就是我只要丢到这个主动操作账户里面的钱 就是我除了去年买房子的时候 也不是解约 就是我去年买房子先领了一些些投期款出来之外 我就是从来没有把里面的钱拿出来动用 因为它就是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本利盒的累金的池子 但其实我里面还是有分存股跟波段的部分 那我其实存股比较简单 就是我存股主要就是高股息TF 就是目前的话我有三档 0056、00818跟00919 但我要诚实说我的就是存股的 就是高股息存股其实现在部位不大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税负上面的问题要注意 所以说你的 税金的那个 薪水不错 所以才要考虑到这种事情 希望老板还是可以继续帮我加息 对 然后呢个股的部分我剩下 6005就是群一整 但这个其实我也是买了很久 我有点忘记是2019还是2021的时候买了 就是蛮久之前买的 然后它现在 我其实之前它部位比较高 我后来有慢慢卖掉 那我后来也想说 因为我既然现在比较多的重心可以放在ETF 那我个股卖掉之后 我应该就不会再去买个股做存股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说 那台积电报处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存台积电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 事后论的感觉 因为你不知道你过了10年20年 台积电还是不是这么好 那当然你过程中 你要实时的去检视这家公司的基本面 但是你存ETF 你可能会说 可是你买市值型或是买什么ETF 里面基本上也都有台积电 假设某一家公司 它在这档ETF的权重一开始很高 可是当它的表现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它的股价是会慢慢下跌 那它的市值一定也会往下掉嘛 所以ETF它自然也会调降它的权重 所以你就不用去担心说 你持有个股 如果哪一天这档个股真的出了什么 trouble 你要你来不及停损你就拜拜了 可是如果你是买ETF的状况下 如果这档个股真的越来越不好 那ETF其实会自动的慢慢帮你降权重之外 它最后是会把它提掉的 所以我觉得纯ETF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符合我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 我也不用多花心思再去做研究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